现今的医学教育 不单只是侧重培训一帮有知识 有技能的医生 同时间我们要求我们未来的医生 是有抱负有承担 愿意贡献我们的社会 是加强一些领导 组织和科研方面的培训 而且他们在这六年的课程里面 也可以另外收到一个碩士的课程 甚至有些同学有机会 可以去牛津或者剑调这些顶级大学 收到这个博士的课程 能够训练这一帮学生 成为明日香港医学的领袖 去面对这个21世纪的挑战 在未来的日子 香港的医学界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 我们需要结出的领袖 结出的研究员 当然也不少得结出的医生 我希望透过香港中文大学的 环球医学领袖培训计划 可以令我们的医学生 赢在起跑线追寻到自己的梦想 我入读医学院 完成医学院的课程 并且成为一位医生 是我陆生最大的荣幸 因为这份职业可以让我服务 无论是社区医院 或者是诊所里面的病人 并且将他们的需要放在首位 这份工作给到我很大的满足感 不单是学到很多世界方面 不同的一些公共卫生的政策 我也都认识了一班很好的 不同世界各地的医科生 我觉得 International exposure 对于医科毕业生来说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要有下一代的医生 不是单单帮我专业 而是为我们所有的香港的市民 我们在说的是在行政管理那方面 在科研那方面 在教育那方面 我们需要有下一代的理由 我们以为global这个字 我们想说他们的perspective 是global 就是说他们看的东西 不是单单在医生医院的角度 而是看整个社会 就是个人去看一件事 所以他们的空襄 他们的视野是会很广泛的 在这个医学训练里面 这六年会多了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在research 或者leadership方面的training 第二就是他们会有机会 可以选择收入多一个 是学士学位之后的一个过程 可能是碩士 或者是博士的过程 所以我可以看到 其实我的条路很长 就是做一个医生 医生不仅是想着不业 我毕业了 我做医生去看病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你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 知道你肯去做 你有你的理想 你看到怎样去帮人 其实你想得到的 你都可能做得到 整体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career path career development 是转移5至10年 我想说近这5年 所有十大学青年的医生 全部都是在东大的医生里面 领袖训练计划里面 其中有一个track 我们叫leadership track 就是我们这班的 潔清的多学生 校友 全部都会做这个leadership track 的一个mentor 其实在CUHK的Madison 我们学生 其实有很多的机会 跟我们的教授接触 也都教授 他们不单止是他们的teacher 也都是他们的lifelong career advisor 所以我们都很着重 我们自己的轻医生的陪训 给他们机会 而这一样东西 也是一个领袖 需要他们的视野 如何去陪训 你自己的下属 所以我很喜欢 送我自己的junior 去外国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 那时候没有什么机会 去做OVC's training 所以其实现在我一有机会 我就说你去吧 你出去吧 如果大家将来要考虑 做研究师 当然有个心态 就是要面对很多事情 就要有很多难关 有很多经济满路 一定要来过 另外一个人认识就是 给你在那六年双 比较保护的时间 你可以已经先行一部分的东西 而将来你的生活 就比较可以集中 你自己专科的发展 我们中国的教授 我们不单是有很聪明的学生 而聪明的学生 唯有聪明的学生 将来才会有这样的食灯 土库去环归社会 这个计划就是 我希望年轻人 即使他读医 他有所读医 但他有些梦的理想 我很希望在这个教授 是被他们实验的 他们很想成真 终架是找梦的地方 我们走过 我们今天和你分享的东西 我们看到其实做一个医生 其实有很多的前执 需要你发布 需要你继续 读医学过程 那个挑战是很大 我们这个字的语用是很tough的 这是一个东西来的 你愿不愿意去准备去过呢 我们今天要求回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渡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